英国汽车工业在遭遇重挫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 会在明年关闭位于南威尔市的发动机制造厂 预计会有至少1700人失业 福特公司欧洲总裁罗利指出 欧洲汽车市场近年来对发动机的需求下滑 导致福特亏损 预计南威尔市工厂明年的经济和财务会持续不稳定 因此决定关闭工厂 福特公司早前极力反对英国无协议脱欧 多次警告英国政府必须保持和欧盟的 自由贸易关系 福特这时候宣布关闭工厂 难免会让人联想到脱欧问题 不过罗利强调 关闭工厂只是出自经济考量和脱欧没有关系